沒有直接key 一定會不知道錯誤在哪裡 所以你多key幾次你大概就知道了 第一個你一定要記得 頭一定是sub 然後密碼預設 括弧 這是規則 少括弧 少什麼 或者這邊沒有空格也不行 最後按enter 它自動會幫你產生這個enter sub 再把程式寫在這裡面就好了 那不用全部寫啦 就一幅到一幅就好了 那那個x跟y的宣告在VBA不宣告也沒關係 但是以後養成習慣 如果有時間還是宣告一下 還是宣告一下 就是在那個灰色的那個第二跟第三 那第一行不要輸入 有的同學第一行為什麼輸入 輸入之後的話就會有錯 因為我們是用呼叫的 那它這邊是直接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list workbook的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要跟它一模一樣 請你就寫在這裡就好了 有沒有 它的頭有沒有 頭就這裡嘛 對不對 它的尾部就在這裡 那你把程式全部寫在這裡也就可以了 所以 那我們是用call多一層呼叫 等於寫好之後再呼叫 那剛剛有同學是一直都執行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把程式寫在這邊 open 因為跟上個禮拜的課程可能有搞混了 今天的話是用change 當這個should change 不過這個也要謹慎使用 為什麼 因為他也有可能會變成那個無窮迴圈 怎麼說呢 因為你程式如果說 一直有輸出東西 然後他一直會change 那change之後又一直又回來 回來一直又呼叫自己 所以最後呢 之前我有教同學用change 就是他就寫了東西 然後把這邊輸出一些文字到工作表面 就一直輸出其他一塊一直跑 沒有止盡的跑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跑輸出一個文字有沒有 到某個初春歌 那他就會又勸取了對不對 勸取之後他又呼叫他自己 結果又呼叫之後又輸出 輸出又呼叫自己又呼叫 所以他變成沒有停下來 就沒有辦法停 那停不下來之後 就只好強迫關掉 就會盪掉 那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位置要寫正確 然後特別注意就不要寫太多 那一個輸出啦 不然的話他只要有change 就會直接執行這個 那個要謹慎使用這個部分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繼續看一個範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看下一個三比較複雜 所以這個我看你們回去有時間 自己再key好了 我們看那個第四個 那這邊請你把它存檔 存檔的方式記得喔 請你儲存或者用另存也可以 因為剛剛我好像有存過 另存記得一定要改成什麼呢 起用聚集的 沒有直接key 一定會不知道錯誤在哪裡 所以你多key幾次 你大概就知道 第一個呢 你一定要記得喔 頭一定是sub 然後密碼預設 刮糊 這是規則 少刮糊 少什麼 或者這邊多沒有空格有沒有 也不行 那最後按enter 它自動會幫你產生這個entersub 再把程式寫在這裡面就好了 那不用全部寫啦 就一幅到一幅就好了 那那個x跟y的那個宣告 在VBA不宣告也沒關係 但是 那以後養成習慣喔 如果有時間還是宣告一下 還是宣告一下 就是在那個 灰色的那個第二跟第三 那第一行不要輸入 有的同學第一行為什麼輸入 輸入之後的話呢 就會有錯 因為我們是用呼叫的 那它這邊是直接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 this workbook的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要跟它一模一樣 請你就寫在這裡就好了 有沒有 它的頭有沒有 頭就這裡嘛 對不對 它的尾部就在這裡 那你把程式全部寫在這裡 也就可以了 所以 那我們是用call 多一層呼叫 等於寫好之後再呼叫 那剛剛有同學是 一直都執行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把程式寫在這邊 open 因為跟上個禮拜的課程可能有搞混了 今天的話是用change 當這個 should change 不過這個也要謹慎使用 為什麼 因為他也有可能會變成那個 無窮迴change 怎麼說呢 因為你程式如果說 一直有輸出東西 然後他一直會change 那change之後又一直又回來 回來一直又呼叫自己 所以最後呢 之前我有教同學用change 就是他就寫了東西 然後把這邊輸出一些文字 到工作表裡面 就一直輸出 其他一塊一直跑 一直跑 沒有止盡的跑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跑 輸出一個文字有沒有 到某個初春歌 那他就會又勸取了對不對 勸取之後他又呼叫他自己 結果又呼叫之後又輸出 輸出又呼叫自己 又呼叫 所以他變成沒有停下來 就沒辦法停 那停不下來之後 就只好強迫關掉 就會淡掉 好那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位置的話 要寫正確 然後特別注意就是 不要寫太多輸出 不然的話他只要有change 就會直接執行這個change 那個要謹慎使用這個部分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再繼續看一個範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看下一個3 比較複雜 所以這個我看 你們回去有時間自己再key 好 我們看那個第四個 那這邊請你把它存檔 存檔的方式記得喔 請你儲存 或者用令存也可以 因為剛剛我好像有存過 令存記得 一定要改成什麼呢 有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也就可以了 所以 那我們是用call多一層 呼叫 等於寫好之後再呼叫 剛剛有同學是 一直都執行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把程式寫在這邊 open 因為跟上個禮拜的課程 可能又搞混了 今天的話是用change 當這個 should change 不過這個也要謹慎使用 為什麼 因為他也有可能會 變成那個無窮迴change 怎麼說呢 因為你程式如果說 一直有輸出東西 然後他一直會change 那change之後 又一直又回來 回來一直又呼叫自己 所以最後呢 之前我有教同學用change 他就寫了東西 然後把這邊輸出一些文字 到工作表裡面 就一直輸出 結果一期快一直跑 一直跑 沒有止盡的跑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跑 輸出一個文字有沒有 到某個初春歌 那他就會又勸取了對不對 勸取之後他又呼叫他自己 結果又呼叫之後又輸出 輸出又呼叫自己 又呼叫 所以他變成沒有停下來 就沒辦法停 那停不下來之後 就只好強迫關掉 就會淡掉 那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位置的話 要寫正確 然後特別注意就不要寫太多 那一個輸出 不然的話他只要有change 就會直接執行這個change 那個要謹慎使用這個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再繼續看一個範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看下一個3 比較複雜 所以這個我看你們回去有時間 自己再key 好 我們看那個第四個 那這邊請你把它存檔 存檔的方式記得喔 請你儲存 或者用另存也可以 因為剛剛我好像有存過 另存記得喔 一定要改成什麼呢 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按儲存 存在原來的位置好了 這樣表示已經存檔了 那以後呢 如果是有聚集的表示做過了 OK 好了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呢 再做下一個練習喔 那請看一下那個25頁的中間喔 其實呢 就看它的中間那個表格 案例有沒有 應用 它的題目就是應用範圍 所以呢 請你找到應用範圍